山河寻味 我们走过很多这样的路 只有在这样一些人气海质的地方 才有纯净的土地和空气 才能生长原生态的食材和药材 今天我们天不亮就出发 还下了一些雨 有雨才会比松茸 所以我们现在去 许味松茸 经过艰苦的跋涉 终于到了 这条路呢 其实很隐蔽的 如果不是跟着当地的村民的话 我们是看不见这条路的 这里其实还是海拔有 应该有四千 所以的话 爬这种路还是比较 消耗体力的 在这样的高海拔 爬山就觉得 手里有 任何的东西都是一种 复杂 这个挖松茸真的是一个细活 要非常细致地剥开泥土以后呢 轻轻地把它撬出来 然后再用手 轻轻地取出来 这个是个小的 其实松茸它其实非常干净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要分清 当你收到松茸的时候 你要分清什么是浮土 什么是它的保护膜 像现在我搓下来的这种啊 其实就是它的浮土带一点保护膜 因为我们要搓掉浮土 不可避免地会去掉一点保护膜 但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呢 你用清水轻轻地去清洗它 尽量保存 这个保护膜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是可以吃的 你看这就是保护膜 我们能看清楚吗 看到没有 保护膜虽然它是黑 但是它是长在松茸上的 对吗 而刚才那个浮土呢 它是轻轻一洗就可以洗掉的 所以大家收到松茸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地去清洗它 不要使劲地用各种刷子去刷洗它 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营养了 它的那个美味 真的叫做在舌尖绽放啊 谢谢大家